好,那剛剛看過這個helloweb 那接下來來看HTML Server 一樣就跟我們用csharp的時候寫的東西是類似的 但是用node來寫 看一下怎麼樣用node來寫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是index.htm 上面有一個hello.htm的連結 點下去之後就跑到hello.htm 那這就代表這個超連結可以用 而且我們的程式呢 它可以傳回index.htm 也可以傳回hello.htm 那所以它就是一個web server 好,那這裡是我們的實行的狀況 我用nodeHTML Server 它就開始跑 每次呢就是你點一個檔案 或在網址上面輸入那個網址的時候 它就會先印出路徑 然後把回傳的那個檔案內容印在這裡 那我們的整個程式呢 比起剛剛的複雜不少 而且我們分成兩個版本 為什麼要分成兩個版本呢 因為一開始如果我們就用非同步的版本 非同步的版本 是node比較希望你這樣寫的版本 它的效能會比較好 但是非同步的版本 有一層又一層的回呼 怕你看不懂 所以我們先寫一個有同步的版本 那等到你看懂這個有同步的版本之後 我們再把它改成非同步的版本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看懂 那我們這裡呢先定義了一堆變數 第一個是server 第二個是ip 第三個是port port80 第四個是引用http 第五個是引用fs fs就是file system 檔案系統 第六個是設定 那個我們根目錄的路徑 然後我用點 就代表目前這個資料夾 OK 第七個是URL 我們引用URL這個顔色庫 因為我需要處理到網址 第八個是宣告一個paste變數 再宣告一個file paste 檔案的路徑 第九個是宣告一個encode的編碼 是UTF8 好 那這些是我們在這個檔案裡面 宣告到的變數 還有引用到的函式庫 接下來做法跟上一個hello web一樣 我先建立一個server 呼叫create server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接下來這個回呼超級大超級長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回呼到什麼地方截詞 這一個傳進去的匿名函數 非常長對不對 到這裡 基本上就是整個程式的 整個程式 好 那這個還不夠長 等一下會更長版本 因為這個不夠完整 這個只能夠傳回 這個只能夠傳回HTML 它不能傳回影像 好 那等一下還有一個可以傳回影像的版本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建立server之後 有請求按回覆兩個參數 對不對 這傳進去的回覆完數 有請求按回覆兩個參數 我先把請求裡面的UIL網址拿出來 有點小 大一點 我先把請求的UIL網址拿出來 做剖析變成路徑 OK 好 接下來呢 在用用路徑 這個路徑 跟我們的根目錄 合併變成檔案路徑 然後取得檔案路徑之後 我就開始去讀那個檔案 讀那個檔案 預期它是一個HTML檔 好編碼我們預設用UTF8 所以如果不是UTF8呢 可能就會有錯 這個程式 假設你的所有HTML網頁都是UTF8 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對的 不過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就這樣寫 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又是一個回覆完數 又是一個回覆完數 這個回覆完數呢 讀檔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印出 如果有錯的話 印出錯誤的訊息 所以如果有錯的話呢 就傳回404 404是什麼 網頁找不到 OK 404 在HTTP裡面是網頁找不到 然後呢 結束 傳回結束訊息 然後返回 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傳回404網頁找不到 然後返回 如果沒錯 那就是沒有這個ER 那就是沒有這個ER 傳回200 OK 200 OK 然後呢 傳回內容的形態是 TestHTML 就HTML的網頁 然後呢 把整個 讀到的檔案 讀到的這個檔案 傳回來的這個檔案 也就是它的內容 把整個內容呢 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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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回給對方 CLIME 然後呢 印出整個檔案 結束 好 離開 好 最後呢 我們呼叫這個SERVER 點LISTENPOLE IP 其實這個跟剛剛的一樣 只是剛剛我們直接寫在這個 括號後面 點LISTENPOLE IP 只是現在我們把它獨立成一行 沒差 對 好 所以當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 HTML Server 純粹只有HTML 不過 我好像沒有放整個 專案上了 所以呢 我們要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可能要 自己 自己建 不過 我應該在我的抓Bus裡面有 我把它抓出來 就不用自己再去建HTML檔案了 我把我抓Bus的抓出來 好 我看一下 應該在 Public Wave WP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Code Code 這邊有一個HTML Server 我 我沒有給各位 完整的專案網址 所以我這邊直接下載下來 我貼到社團裡面給你 那等一下可能還有 Web Server 看一下 看一下還有 Web Server 這一個程式 有好幾個版本 OK 我都沒有把它 專案的網址貼上 所以我就 我一樣都抓下來給各位 Web Server 對 Web Server Web Server 也抓下來 Web Server 這個Node Server 也抓下來 那 Srv 1 抓下來 OK 好 OK 把這些都給抓下來 nest load 抓好 好 ok 这些我通通都把它抓下来 1 2 3 4 5 6 7 8 放在这里 然后我上传到社团 先传HTML server 哇 还要打 好 ok 传上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HTML server 那我把它解开 试一次 好 HTML server 里面有三个档案 一个是我们的 node的JavaSquid 另外两个 一个是hello 一个是index 所以我们要执行的时候 要先切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ccc的wp 已经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用node 加不加点JS都可以了 这样它就在跑了 跑了之后呢 我们 一样 用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呢 我们 加上 index.htm 因为我们要看那一个 index.htm 这个档案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 hello.htm的连结 点进去 就变hello.你好 这个网址也变hello.htm 所以 它是一个 html server 但是没有图形 没有资源图片 所以 这里我们也没有放图片 OK 但是它可以运作 对不对 而且 只要你档案名称 对了 编码也是UTF8 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加一个 加个连结 试试看 好 那请试试看 这一个程式 html server